今天我们在讲到的题目就是 祷告启动神的能力 《心灵秘动》有篇文章叫做 《破浪前进的人生》 这个故事里面是讲到宣教士戴德森 当他第一次坐船前往中国宣教的时候 那路途经过了一个风力微弱的地带 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主要的动力是靠风帆 风就是帆船 那么来到那个风力微弱地带 所以他们就被困在海上因为没有风 那一整天下来船只在原处移动也不动 后来更糟糕的 他们被一股非常穿急的水流 带向一处的暗角 那么大家努力地想要脱险 说的人同心协力地想要把船头转向 离开岸边 但是因为没有风 所以一切都徒劳无功 那最后大家只好束手无策地站在甲板上 而船长呢也无奈地对大家说 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现在就只能看着来等着看看什么结果 但是这个时候呢 带得生却说不 还有一件事我们没有做 那就是一起向上帝祷告 于是带得生就跟船上的其他的基督徒 一起跪下来祷告 求上帝这个时候赐给他们所需要航行的风啊 他们一边祷告 这时候就有人走向船上的大父啊 就请他把那个帆的风传 船的帆能够放下来 把船帆放下来 那么大父啊 还一脸鄙视地看着那人回答说 没有风哦 放下船帆有什么用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 船帆却开始在围风中开始战斗了起来 而不一回合呢 船长就听到甲板声面人声吵杂 他就从船上里面出来看个究竟 而风呢果然真的来了 不到几分钟 本来停滞不前搁浅的船只啊 就能够以每小时六七十里海里的速度破浪前进 那戴德森在看事没有办法的时候 却想到了一个办法 也是最有用的方法就是 向上帝祷告祈求 跟我一起来说 向上帝祷告祈求 再说一次 向上帝祷告祈求 因为面对你人生的一切的问题困难 最有用的办法就是 向上帝祷告祈求 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祷告 因为祷告能够启动神的能力 那 Joe Ismail讲了一段话 他说有些人不太祷告 因为他们不了解祷告的大能 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太祷告 我在讲 基督徒说一切的困难发生的开始 就是因为不太祷告 不太祷告 而为什么不祷告呢 这里说呢 他这里说可能因为不了解祷告大能 原谅我 这句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我认为不祷告 基督徒信心说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 这里说到可能因为不了解祷告 但是我要说 其实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相信祷告的大能 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 对我来看来就是不相信祷告 如果你不相信祷告 你怎么会去祷告呢 请问我们人生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人没有问题的 没有困难的 你从来没有问题 没有 我们人生充满了问题 那么在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面对 为什么不祷告呢 有问题有困难 有些你胜不过改变不了的 你为什么不祷告 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 不相信祷告有用吗 不相信祷告 你不相信祷告有用 不相信祷告能够发生什么 不相信祷告 当然你又不会去祷告啊 相信祷告的人一定会 对 祷告 神本圣经给我们看见 那些相信祷告 经历神大能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祷告的人 耶稣祷告 旧约里面每一个人都祷告 信念的里面 保罗 连耶稣自己都充满了祷告 这些 在神的里面 转成最大事工的人 人生突破最大艰难的人 不可能事情发生的人 都是祷告的人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哪有可以不祷告 不祷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 对啊 不相信祷告 下次基督徒啊 我求主怜悯我们 所有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不祷告 不祷告接着下来 所有一连串 你生命里面的问题 都在因为 从不祷告开始 他说为什么 祷告这么重要 他说当我们祷告 就是对神 怎么了 打开了大门 然后呢 让祂介入 我们的生活处境问题 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开门 欢迎耶稣 让神介入 基督徒啊 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神介入 我再讲一遍 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神介入 我们信的耶稣 竟然不让神介入 不如人介入你的 对儿女的教育 不让神介入你的婚姻 不让神介入你的工作 你的投资 你的理财 那大概我们充满了问题 困难的问题嘛 信的耶稣最重要就是 让神介入 让神引导 牧师刚刚前面 跨年的时候不是祷告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有神的同在 神掌权 神引导 再讲一遍 神同在 神掌权 神引导 就是让神介入啊 连引导每一顿路往前走 都要神介入 是这样呢 是那样呢 是这样呢 每天早上主啊 今天我穿西装好呢 他们现在都很讨厌我穿西装 都说我太老了 你们有没有说我太老了 他们说我过时了 没有了 意思是呢 每一天早上主啊 如果你连衣服都愿意问神的话 那就太好了 那当然我不是说要这样 我的意思呢 你常常要意识到 神的同在 神掌权 神掌权 在我的意念里面 神掌权 在我的举动里面 上帝介入 你才引导我 该这样 该那样 0050好呢 还是0083好呢 主啊 心里有平安 买下去 我的意思是 让每一个人有意识到 让神介入 你就开始走向蒙福的道路 你不要以为上帝觉得很讨厌 不 整个旧而埃及里面 每一步路都是 他们决定还是神带领 你就知道吗 基督徒从出了埃及以后 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 神带领 你就说 哪有这么恶霸都要神带领 拜托耶 请问一下 你知道后天会发生什么吗 你知道明年的产业的状况吗 你知道下次股票什么时候会崩跌吗 谁要住套房 很多时候你就是因为没有祷告 所以你住套房 你知道明天吗 你知道Covid什么时候跑来的吗 你知道吗 你真的买了一栋大楼 你很欺负 哇 我来了 Covid全部让你什么都不是 基督徒啊 最重要的就是让神介入 祷告就是让神介入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人心环境 但是神能啊 祷告就是向神打开大门 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环境处境 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不能 我再讲一遍 让祷告就是让神的能力介入 让神的能 让神的大能介入我们的不能 面对环境工作家庭个人服事 我们有很多的不能 但每一次祷告就是让神 向神打开 让神的能力介入我们的不能 你知道基督徒啊 今天我们要透过出埃及记的 一场战争学习祷告 我们基督徒一信主就进入战争的里面 就如同以色列人一出埃及 就面对的两场战争 第一场战争 在出埃及记这里说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我们大声一起来读 来 好 第一场战争 他们面对埃及人 埃及的追兵 法老的追兵 然后上帝说 我必为你们争战 好 弟兄姊妹 我刚才讲到 基督徒啊 你最好的学习就是让神为你争战 对不对 我就想到这个例子 我一年级 小学一年级 我哥哥 我上面一哥哥 伟茫牧师 四年级 那我被我一年级的同伴一个同学欺负 因为我个子小 他个子大 对我来讲他是大个子 那我怎么办 我打得过他吗 我如果天天跟他打 我一定是自找没去 你知道吗 所以我去找了谁 找了我四年级的哥哥 他大个子 我哥哥四年级来到一年级那边 我哥哥变成什么 巨人 四年级对一年级的是巨人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是小个子 魔鬼是什么 大个子 而耶稣是什么 耶稣是大学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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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动选手 对那个一年级的大个子 马上会死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为什么自己去跟大个子打呢 难怪你常常鼻青脸肿的 让耶稣来打 让四年级的哥哥来打 不是很好吗 基督徒啊 我们最傻的就是 不让耶稣来为我们争战 我们自己去打 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大问题所在 不祷告意思就是我自己来 不祷告意思就是神啊 你不用管啊 我自己不要介入 不要为我争战 我喜欢自己打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这是第一场战争 所以说什么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面对法老他们打得过吗 当然打不过 为什么这次 所以耶和华说我为你争战 基督徒啊 活着生命里面最重要 让耶和华为你争战 这是第一场战争 第二场战争 那时亚玛利人来到了立非定 和以色列人争战 摩西对耶稣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 和亚玛利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耶稣照着摩西和他所说的话 行和亚玛利人争战 然后摩西 亚伦 护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何时拘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这是第二场战争 我已经讲过了 基督徒一出埃及 你一出埃及 你信了耶稣就开始进入一场战争 他们一出埃及就面对 第一场 第一个是面对法老的追兵 第二个他们这次打仗是面对什么人 亚玛利人 基督徒我们是灵灵灵灵灵 我们下凯那灵灵灵灵的 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基本知识 这场战争是面对什么人 亚玛利人 不要出去问亚玛利人 什么是亚玛利人在哪里 拜托不要再说是下凯那灵灵灵灵的 亚玛利人 你要知道 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 他们住在石海的地区 他们是一个很凶悍的游牧民主 他们用劫略财务为生 所以是一个很强悍很凶悍的一个游牧民主 第一场战争是上帝帮助他们 打败了埃及军队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第二场战争是很奇妙的很特别的 上帝给他们升级的 上帝要他们跟神一起征战 他们不能永远都做 卑鄙婴孩的基督徒 需要操练成长 古斯廷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他说没有神的介入我们不能行 而没有我们参与神选择不去行 这句话真是神学家才讲得出来 他用很精简的话 因为我们常常很矛盾 上帝啊你那么大能干嘛要找人呢 那么没有人你要做就做嘛 干嘛非要有人 但是就是这样 没有神我们不能 但是没有我们参与 上帝怎么样 不是不能 而是上帝什么 选择不去行 所以我们看到他讲了一句话 我把它简单的讲 就是说没有神我们就会失败 但是没有我们呢 神怎么样 不做事 好了这就是祷告的重要 为什么祷告 因为神要人与他同工 在祷告中征战得胜 神要人与他同工 所以你不祷告 你不跟神同工 神就怎么 不做 对吧 你为什么 所以你要祷告 你不祷告 你不跟神同工 你不做 神就不做了 你不参与 神不做 可是你若祷告 神与神同工 上帝就参与在那里工作 所以赵勇基牧师讲了一段话 祷告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关键 圣经说到了很清楚 撒旦来就是要做什么 偷窃 杀害 毁坏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一进入属灵的领域 你就开始面对撒旦的偷窃 杀害 毁坏 你信任耶稣 他一定不愿意让你高兴 他一定不愿意让你如意 他要偷窃你的命定 他要偷窃你的产业 他要偷窃你的健康 他要偷窃你的幸福 他要偷窃你的产业 他要偷窃你的儿女 他要偷窃你的人生 他要偷窃你的好心情 你知道吗 每次我们常常很心情不好 是因为不是没有了 是撒旦把你偷走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怎么活的都不快乐 为什么都no energy 都这么死气沉沉的 撒旦把你的精力偷走了 这不是我讲的 等一下我讲这个故事 所以赵勇基牧师说 如果我们要胜过撒旦的捆绑 要抢回撒旦在我们身上偷去的 健康财富 幸福 爱情 我们要破除撒旦的咒诅 要打赢这场战争 就是要靠祷告 祷告可以拆毁撒旦的国度 他讲了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这是神特别为他开启的 也让我得到很多的学习教导 他说有一天他感到很十分的沮丧痛苦 突然之间失去了平安喜乐 满脑子都是消极的思想 觉得很低沉很不快乐 甚至不想祷告不想当牧师 其实我做了传道人那么多的 诗诗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情绪会连到 就是感觉到很低沉很无力 你知道有我好长一段时间 你知道我落到一个什么 我那时候常常跟师母讲说 我已经将狼才尽不如归去 没有人跟我对我讲过这句话 是我觉得 我说我已经将狼才尽不如归去 你知道其实这句话从哪里来的 对吧 没有人说过来想通的 也不是我自己说谁在说的 那个坏蛋说的 他就希望我怎么样 心情不好 他要希望我觉得我沮丧 我觉得我没有用了 我不行了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突然之间 这是突然之间 而忽然觉得很低沉的 无力 通常我们会觉得我们太累了 我们太忙了 我们压力太大 而你知道 撒旦就最喜欢我们这样的以为 而后来发生什么事 原来突然神在灵界里面 打开照用基督 我知道神透过他来教导我们 因为灵界没有打开我们不知道 我们真的以为是我心情不好 是因为有人说了那句话 让我请我第一次 或者是我太累了 其实不是 真正的原因 神打开眼睛 让他看到原来很多邪灵 正在攻击他 要把他拆毁 所以他就开始向神祷告 跟这些魔鬼征战 而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最后他奉主的名斥责他们 他听到那个带头的魔鬼 发出一声很难听的声音 然后就带着手下就逃跑了 而他历史感到舒坦无比 心里再次充满平安喜乐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吗 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你奇怪的情绪 弟兄姊妹如果下次心情 你再心情不好 不要责怪你的丈夫 不要责怪你的妻子 孩子或同事 当然也不要去踢你家那只无辜的狗 你的心情不会变好的 你不是要与他们争战 你是要去抵挡撒旦 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 当然有时候真的可能是 因为我们身体的关系 或是因为心理或是某些原因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们基督大多数面对的 因为撒旦的偷窃 杀害毁坏 因为这是圣经很清楚搞事 当然犹大要卖耶稣的那一刻 圣经讲了一句话说什么 撒旦进了犹大的心 你知道吗 撒旦会进了人的心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看看 买股票 买股票 你知道撒旦正在毁了你 让你有错误的投资 忽然你罚怒 忽然你很生气 忽然你里面里面 情绪暴胀 还有更多对我们的弟兄 突然一些情欲 很强烈的情欲 你那个女同事坐在你旁边 已经五年了 什么事都没有 怎么今天突然看见 里面怎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这是属灵征战 我们有很多撒旦会把那个 进入人的心 所以这个时候 正是我们争战祷告 叫我用去教导 我们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得胜了 我们就会再一次的 上帝的同在平安领导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你知不知道 成为基督徒 就是在一场战争的里面 所以我们最好要学习如何争战 如何得胜 靠着从神来的膏油 打破贫穷的咒诅 能够胜过抽烟 喝酒 犯罪 欺骗 贪婪 淫乱 发脾气等一切的捆绑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这些是捆绑 连发脾气都是捆绑 是一个种 尤其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长期累积下来一种坚固的淫累 让你成为一个不能不发脾气的人 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靠主来打破 要胜过仇敌的偷窃 杀害 毁坏 而这一切的得胜 赵牧师说什么 没有接近 唯一的办法就是双膝跪下 你要花时间祷告 祷告是得胜的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我们要学习 如何在这场战争里面得胜 第一点我们看到 我们就是要上山祷告 上山祷告 这里说到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 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哪里 山顶上 然后11节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举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那么当亚玛利人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仇主的攻击的时候 摩西做了两件事是我们很好的学习 第一他做什么呢 他说 他就 因为约书亚就选出军队在山谷下和亚玛利人争战 第二个字面很重要 第一点 摩西没有摆烂 也不是什么 他做了选着约书亚在山谷下与亚玛利人争战 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只做了第一点 在亚玛利人在山谷下争战 那如果只有这一点 难怪我们会被亚玛利人打得歪歪的 可是摩西做了第二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事情 叫什么 摩西和亚伦和富尔到山顶上去祷告 去祷告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场战争在同时进行的 一个是看得见的战争 一个是看不见的战争 一个战场在山谷下 一个战场在哪里 在山顶上面 神在这里 对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请你要听 这一段圣经就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是我们人生 得胜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的所在 很多时候我们又没有认清楚 抓住这个属灵的教训 以至于我们在不需要失败的时候失败 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是我们得胜 是丰盛 是得胜的人生 神盼望是赐福祂的百姓 可是神的儿女 却不知道怎么样去支取他的丰富 怎么样去赢得这场战争 那所以我们常常落到贫穷困拔 被仇敌打得落花流水 而我们反而回来问上帝啊你的大能在哪里 上帝啊你的应许在哪里 上帝你说的祝福在哪里 这是因为不明白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问题都有两个战场 请听进去 你一定要体会 每一个问题里面都有两个战场 都有两个战场 一个是看得见的 一个是看不见的 而我们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看得见的战场 而事实上真正的战争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 真正的战场不在山谷而在山顶上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那看不见的 掌握那看得见 约书亚所率的军队可能有几万人之多 而亚玛利人可能更多甚至有十万人 但山顶上只有三个人 哪三个人 摩西 亚伦 护尔 拜托 林良堂的一定要记得 在山上祷告的哪三个人 摩西 亚伦 护尔 这才是下凯纳林良堂的 这三个人上山去祷告 他们但是这山上只有三个人 却左右了十几万大军的胜败 这里大声的一起来读 摩西 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垂手 亚玛利人就得胜 我今天求神把这一幅图画 把这一节圣经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姊妹 你的人生的胜败就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 盼望你信了耶稣 你一定要掌握上帝做事的法则 连摩西 以色列 整个以色列都是这样 这十几万大军的胜败 你人生的投资胜败 你可能投资了几百万几千万 你下面有多少个员工 可是你的公司 你的经营 你的投资里面 这十几万大军的胜败 就在于摩西的举手或垂手 弟兄姊妹 你人生的胜败 就在于你是举手或是垂手 你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得胜了 你才能在看得见的战场得胜 弟兄姊妹 你今天 今天你来了 我求圣灵把这句话告诉你 你如果领受了这句话 你的人生就会开始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你的祷告生活一定会完全的不一样 让你要抓住这一个 我们人生得胜的秘诀 祷告 打开 把门打开 让神介入 让神为你征战 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 我才讲 祷告就是向神开门 让神介入 让神为你征战 然后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 然后你就必得胜 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卧室 在你的书房跪下祷告得胜了 你就必在你的谈判桌上得胜 你就必在你的业务的会议上得胜 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 在中国一个山区宣教 是一个非常艰难传福音 非常迷信 生活条件也很不好的地方 而最令他感到沮丧的 不是困难或是孤单 而是那一份的无力感 他感受到一种黑暗全式的压制 你看到没有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早上醒来 你都不快乐 你里面总是闷闷的 有一股牙齿在你的里面 你会说 啊 是不是工作压力 我要运务 是不是要换个工作什么 不是 有人你回到家里面 你觉得你的家太吵杂 那是一个魔鬼的压制 你知道吗 基督主我们是活在一个灵界的里面 他老是虎是单单的 就是要拿去偷走你的好心情 他要拿去你的能力 你的energy 让你活得很低沉很无力 他就是要看你无所作为 他最怕基督徒的起来 因为你起来对他的国度 就是很大的威胁 他要让你不快乐 他让你充满的怒气 他让你要尝满的负面 这是这魔鬼做的 他感到那个宣教 感到无力感 一种压制 后来这个宣教师呢 就请他的在英国的母亲 为他祷告 并且为他去招募 带导勇士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可以一个人孤单 你一定要有人为你祷告 你要自己祷告 你要有在你的小组 为什么你要小组 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 你要有一群人为你来祷告 越多人为你祷告越好 越多 后来这个宣教师 他说谁愿意招募 只要愿意为我祷告的人都可以 那很奇妙的 长话短说 当开始有这一群人为他祷告 他这宣教的事工就开始 整个局势就被扭转 而人的心被释放 成百成百的人开始来归足 弟兄姊妹 为什么同样一位宣教师 前面是这么沮丧低落 甚至做不下去 而后来有这么大的转变 很明显在他们打赢这场 能够看得见的战争之前 他们先要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得胜 他们要在看到成百成百的人 信主之前 需要在山谷下面得胜 先要在山顶上得胜 那今天我们面对台湾也是这样 当我们的国家 两岸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谁能解呢 无解 更严重的对我们来讲 那么强大的偶像的诠释 每一次看到 成千成万的人 趴在地上 让神教从他们走过 每一次在电视的画面上面看到 哇 那个神教过来 让他们冲去趴在教室上 你就知道人的心有多么的苦 他们这样的虔诚 这样的努力 他们要的什么 就希望有一个神明的保佑 他们里面觉得惶恐不安 他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来保护他们 可是他们找不到 在这样的偶像文化里面 面对这些我们真的有很强烈的无力感 以前在极客的时候 我们每次到士林夜市 看到那么多人涌起在那里 我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 无力感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传福音的方法 对他们 他们一点都没兴趣 也没作用 也摸不着他们的心 不晓得我们面对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家人 还没有信主的 你是不是也同样的无力感 那今天上帝在这里教导我们 要赢得看得见的战场 先要赢得看不见的战场 要当他们归主之前 我们需要先在山顶上有举手的祷告 我再说一个故事 我们的好朋友杨牧师有一次在一个聚会 这是他讲的故事 遇到一位很体面的中年男士 在旧金山 就问他说你怎么会信主的 他说我信主是因为我太太为我祷告 在他信主之前 他真的是有三妻四妾 在旧金山有女人 在洛杉矶有女人 在纽约在台湾也都有女人 有一天神对这个太太说 你要饶恕你的丈夫 要为你的丈夫做祝福的祷告 然后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一句话 爱是不嫉妒就浮现在他里面 他就心想上帝啊 他在外面有女人 我怎么能够不嫉妒呢 可是上帝 你要为你的丈夫做祝福的祷告 于是他就开始在神面子哭着 为他的丈夫 还有那个小三小四在那边祷告祝福 求神祝福他们脱离罪恶 信耶稣 即使先生不再回到自己的身边也无妨 求神帮助他们不要再互搞 结果他就惊艳到从所未有的 劳恕跟祝福的能力 而更稀奇的是同一个时间 这个丈夫感到一股力量 催逼的他赶快回旧金山 他觉得很奇怪 挣扎了六个钟头之后 他还是飞回了旧金山 他到了机场就打电话 请他太太来接他回家 从此这个丈夫就改变了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这个太太的敌人似乎是别的女人 她好像是在跟别的女人打仗 要抢回迎回她的丈夫 但是真正的战长 不在看得见的地方 而在看不见的地方 当这个妻子选择用属灵的帮忙 用上帝的帮忙 让上帝来介入 让上帝来为他征战的时候 来处理他问题的时候 他就经验了上帝的能力 而挡手伸手 就没有力量任何拦阻 能够抵挡上帝的大难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要赢得你的配偶 你要赢得你的儿女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 对儿女的教养非常的头痛 弟兄姊妹面对这个社会的大环境 面对大污染 面对手机的问题 你是扭转不过来的 你只有一个办法 跪下来祷告 为你的儿女祷告 没有什么手机环境学校再厉害 上帝更大 只有上帝能够扭转你的孩子 你要赢得你的工作 传福音符 祷告 真正的战场 不在那看得见的地方 你真正的敌人 不是那些你看得见的人 真正的战场 在山上 在属灵的领域 而你什么时候举手 你就什么时候得胜 请你记得 什么时候举手 你就什么时候得胜 这位妻子因为她丈夫的方式 改变她丈夫的方式 不是生气 不是抓狂 不是紧迫丁人 不是狂扣 而是上山去祷告 然后祷告的让上帝来介入 让上帝来为你征战 而当神伸手的时候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抵挡神的大能 再大的事 神说 载我 岂有难成的事 有位弟兄 她的女儿想要当歌星 她就到国外去想她的 原她的明星梦 所以她常常留恋在夜店 那个烟酒色充斥的地方 所以这位弟兄为她的女儿 非常非常的担心 我想哪一个父母不担心 如果女儿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劝也没有用 这也是我们的经验 怎么劝也没有用 所以她这位弟兄上了几万班 所以当中没有来几万班的 你要赶快来 她就在几万班的时候 听到一些见证 听到上课 她开始里面就有了一个 她靠向神祷告 要经历的神迹 你知道我们几万班里面 我们的成长班 我们的营会 有一个人讲的话 就是神迹复制神迹 见证复制见证 然后她听了以后 她就说主啊 我也要神迹 我听到那么多的神迹 我要祷告 我要经历神迹 她就开始不断的我要祷告 祷告了一段时间 忽然有一天 她的女儿就真的突然回到家了 就像刚才那位弟兄 突然回到 这是神迹的开始 我们弟兄继续的祷告 女儿回到台湾 仍然去夜店 弟兄就继续的祷告 通常她女儿都是因为去夜店 所以晚上 早上很晚很晚才起床 有一天清晨 我们弟兄起来起床 竟然看见她的女儿在做早饭 还对她说 爸爸早餐你要吃什么 她吓一跳 从来没有这种事 而从那天开始 女儿就改变了 不再去夜店 感谢主 真的是神迹 弟兄姊妹要迎回你的儿女 不是忧心争吵 而是要上山去举手祷告 我最后再讲一个 我们本觉牧师的见证 这是她自己分享 她多年为父母信主祷告 那时候她的父母都已经超过90岁 她更焦急 因为觉得父母都90岁了 时间不多了 而这么多年的祷告 爸爸终于愿意受洗了 可是呢 爱于妈妈还是不肯 妈妈就是很硬 所以有一年她回家去探亲了 所以一早 一天早上起来 本觉在临休的时候 听见神对她说 今天不要出去 你要留在家里陪着爸爸妈妈 她本来是有安排要出去 那天天神是要说 你不要出去留在家里 所以她就留在家里 跟她爸爸妈妈聊天 在说话谈话谈说 她的妈突然说话 她说你们都不了解 这个我做妈妈的遭遇和受的苦 本觉是说我们知道啊 说说妈妈突然从所没有的 在儿女这样的面前 这样的痛哭啊 而在大哭当中呢 她多年的痛苦委屈 就得到了抑制十八 而哭完了之后 竟然说了一句本觉 不敢相信的话 她说好了 我愿意信耶稣受洗 我们全家都要在一起 好不好拍手 荣耀给我们的上帝 弟兄姊妹 这个改变太突然了 只有上帝能做 弟兄姊妹 当神伸手的时候已经听好了 弟兄姊妹 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 让神伸手 你一辈子说要努力的做的每一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神介入 让神伸手 当神伸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能改变 再大的事 神说什么 在我 岂有难成的事呢 记得 我们不能改变的 神不能 我们做不到的 神能 我们没有的 上帝能 上帝神说什么 在我 岂有难成的事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上山祷告 赢得看不见的战场 才能赢得这个看得见的战场 山上举手祷告得胜了 山下就会得胜 那接下来很重要的 剩下几分钟 非常重要 我们正在整个台湾 正在兴起一个全台湾基督一起 上山举手21天的禁食祷告 我们先看这个影片 这一段时间 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神兴起了非常多他的仆人使女 向台湾来说话 台湾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是被拣选的 我们被摆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份之上 也因此神兴起了列国的代祷者 兜起来为我们来祷告 而你我 我们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 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政治 经济 外交 面对我们的教育 甚至两岸的关系 我们更需要在此时此刻 进行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灵魂苏醒 台湾的众教会 灵魂苏醒 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守护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国家 因此在3月的4号到24号 这21天 三周21天的时间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为国 进食的守望祷告 进食一天一餐两餐三餐 因为我们同心的祷告 天上的父必成全我们所求的 求主是恩与我们同在 而这在三周当中 每一个礼拜的 周一 周二 周三 三周 总共有9场的聚会 我们邀请大家 我们聚集起来一起祷告 无论是在线上 或者是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同心合一地祷告 好像那个柴火一样 堆在一起就越烧越旺 最后的两天 23 24号这两天 我们招聚全台湾各城市的基督徒 一起举行一个祷告的大会 我们相信 当我们真的重新可以来祷告的时候 父一定会启示我们 他要我们怎么样往前走 但愿台湾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进入神对我们的密定 这是台湾关键的时刻 面对这重要的时刻 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个 祷告的大军 邀请您一起来参与 21天为国禁食祷告的行列 让我们一起来用祷告 守护这地 转化台湾 进入命令 祝福列国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台湾教会一起来 祷告上山举手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这个21天祷告 禁食有三个目的 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要保守台湾平安 Keep Taiwan safe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两岸海峡 被称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 最容易爆发战争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神护卫止息两岸的战争 不再有任何的意外的发生 我想这两天这几天的报纸我们看见 真的很容易有意外发生 擦墙走火一片就是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要特别紧的祷告 求主保守台湾更安全 第二个呢我们要进入命令 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台湾是不可能的神迹 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没有资源 什么都没有 但是借今天台湾这样的繁荣富裕 上帝对这个地方有极大的心意 上帝对台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命定 那仇敌要夺去这个命定 而我们要用祷告来夺回保守这个命定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 在新总统就任的这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转变的时刻 这非常重要的转变 转变的好汉 转变的不好 就在于我们的祷告 那这二十一天的祷告的原因呢 会有这个是 因为有一群在美国的基督徒很特别 这些人没有来过台湾 也不认识台湾 从来也不关心台湾 因为台湾在全世界里面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但是忽然间上帝把一个感动 一个很重的负担帮你面 祷告到一个地步 他们甚至他们前年就开始来到台湾 神感到他们一定要来到台湾 他们来到台湾自备搭配器来到台湾 台湾做什么 进食祷告 我很感动 自备搭配器来台湾 不是来吃台湾美食 不是来看台湾美景 是来说什么 进食祷告 你要不要 你有对美国有这么重负担吗 没有 我们连对台湾都没有这个负担的 何况这一群美国人 好啦 来过一年也就够了吧 也够意思了吧 没有 回去以后 第二年上帝又叫他们来 第二年他们去的是去年 他们又来了一群人 他们就在台湾又做了进场 今年第三年 第三年他们感动了来 而就在他们为台湾祷告的时候 领受了一个异象 他们看见了一封给以福所教会的信 而这一封这个异象的奥秘 就是台湾教会是以福所教会 台湾是神的秘密武器 神要使用台湾打乱仇敌的计划 整个的异象的里面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当他们过去两年 这群人在为台湾祷告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神对他说 我有一个奥秘要显给你看 当在这个异象里面 这位作者里面他想着很惊讶的 他说当神谈到台湾的时候 他说让我非常的惊讶 他说神真的把台湾放在心上 虽然台湾很小 但是却是在神的心中 神的眼中 他说当神看列国 看全球的时候 神也看着台湾 那第三个 台湾在暴风圈当中 因为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 而神就是这件事情的展开中心体调 神有一个计划正在要进行 而台湾是这一个开展的中心 所以他说神要在台湾 响起一个很大的号角声 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讲 会不会就是上帝对你吹的那个号角声 你有听见吗 他说台湾的宗教要起来 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歌唱 也就是要我们来敬拜 来祷告 然后天上的使者天君 就要来为我们争战 这个祷告就是让上帝来为我们争战 所以我感谢主有的这个祷告 当我们往前去的时候 我们不是看到一片黑暗 我们看到神为我们争战 我们就必定得胜 所以弟兄姊妹整个过程的里面 当我们起来祷告 我们就必定得胜 然后第三个 我们看到台湾的角色是争战的角色 奥秘武器 神计划的中心要打乱仇敌的计划 那仇敌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使整个亚洲陷入黑暗的当中 你知道仇敌正在运行 就是要投契杀害毁坏 要把平安拿去 要把战争苦难 这些悲惨带到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一定要抵挡他 然后上帝有一个秘密武器 神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 秘密武器 我们欢迎神秘嘉宾出来的是谁 台湾 哎哟 怎么这么漂亮啊 台湾 哇 台湾是那个神秘嘉宾 神的秘密武器 神要透过台湾来把仇敌计划 所以台湾太宝贵了 所以他说台湾有一个非常高的呼召 荣耀的呼召 弟兄姊妹台湾是谁啊 就是你和我 别人不知道 那些人不知道 只有你今天知道的你是这门 你愿意进入这个呼召 跟这个荣耀的呼召的里面吗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这个呼召 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征战角色 是神的秘密武器 神计划的中心 上帝要不要台湾来打乱仇敌的计划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就是为了这21天我们祷告的目的 我们祷告的重点和祷告的意义 那么所以最后他说什么 台湾 你就像以弗所 对亚洲有非常的影响力 如果你了解以弗所教会 在当年亚洲扮演的角色 你就明白这里所说的 然后最后呢 这是前面之前的这个意象 那前几天我们又收到 对这21天的一个祷告的先知启示 他说 我听到上帝说 用力推 聚焦 三月将是更大的动力运动 转变和震动的开始 所以弟兄姊妹 三月让我们一起参与 这是一个震动的开始 我们一定不要错过了 整个神的运行 当有一个旋风来的时候 我们只要踏上去 我们就会自动被带上去 你知道整个台湾祷告的时候 你要趁着这个水流 趁着这个气旋一起上去 你不要错过了 这个上帝把你带上去的一个机会 他说有一种新的力量 正向非常疲惫的 我们当中有人很疲惫 你更是要祷告 他说什么 季节正在迅速转变 圣灵的新风正在吹向他们 然后呢 有一个神圣的复苏正在发生 神圣的孕育正在发生 有一种超自然的加强和恢复 正在发生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领受到超然的更新恢复 会有一个神圣的孕育 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而更重要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巴掌的云 就会出现 从海中的出现 弟兄姊妹大雨就要来了 所以神说这是我涌出的时候 这是我涌流的时候了 他说我的灵会有巨大的运动 我的灵会带来巨大 然后彰显我的力量和荣耀 我们整个祷告 就是要迎接神的荣耀和能力的彰显 而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太好了 他说在最黑暗的地方 是我们常常觉得台湾无力 我们常常觉得 在后来完全是最黑暗 感谢主最黑暗的地方 正是神彰显他最大荣耀 最大能力的地方 盼望我们21天一定要来参与 那么21天我们就出了一个祷告指引 我们祷告指引 那么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祷告的内容 你只要看着你就知道怎么祷告 你可以到官方来我们的网站来下载 连手机的电子版都有 那么这个21天的祷告分成三周 第一周是预备周呼召带导 第二周是一个百姓预袭呼召 年轻人 原住民等等 第三周才是一个重点 他说天使的保护 上帝兼顾的仇算 还有政府军队的求智慧 神的盾牌 护辟 福尔摩杀等等 那么这是三天的内容 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参与呢 第一点就是什么 最简单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我们个人 就是最重要就是个人祷告 每一天使用祷告指引来祷告 你只需要打开来内容下载的 你只要照着里面 然后每一天至少进食一餐 21天好不好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参与 就是用吃饭的时间来祷告 很简单 说进食很难听 其实168你本来就没吃那一餐 你就说叔啊 那一餐也算了 算我进食了 好了 反正你本来就168嘛 是不是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 进食不是目的 进食是要祷告 所以如果你用一餐的 吃饭的时间 你就有20分钟 又有30分钟了 哪不难 不难 真的不难 好不好 你一定不要错过 不要听了这个星期 然后什么都不做 你就是要去做 然后学习 跟全台湾的基督徒一起上山举手 这21天很简单 你只要挑一餐 中午你去办公室也有20分钟 半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 你一定可以做 只要你做 你就一定可以有的 第二个呢 就是参加聚会 每周一二三的晚上 那么参与在线上或实体 实体在和平东路 那么你可以 就要一二三的晚上 这三周的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晚上都有聚会 最后最重要的 就是全台湾的祷告大会 3月23 24晚上 在线上或是在林梁山庄 你都可以来参与 好不好 弟兄姊妹盘望 我们一起来参与在这个祷告的里面 所以我提醒下个礼拜 我会继续这个信息 因为今天只讲了第一点 然后下个礼拜 你才会知道怎么完结篇 怎么样才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祷告 希望下个礼拜你绝对不要错过了 好不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祷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不好 我们迫切的 跟神说 主啊 让我上山 不但我自己要上山 我要跟全台湾的弟兄姊妹 一起上山举手祷告 我们同生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噢 绝书啊 我们在此的仰望 愿上帝祢自己来怜悯 教授在我们的当中 绝书我们何等的感恩绝书 你必要在里面 你必会来当年绝书 我们赞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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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耶稣啊 耶稣啊 开口来祷告献上的弟兄姊妹 跟神说 主啊 开始改变 我的祷告的生活 让我进入新的祷告的水流的里面 让我加入这21天的祷告 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向人生离开之前 跟神有一个愿望说 主啊 3月4号开始 我要一起参与这21天的 台湾的禁食来祷告 我要来参与 我每天要有一餐的禁食 让我来投入 让我来加入 在这个祷告的大军的里面 谢谢我们的主 填补我们大大的来感谢祢 透过今天的信息 祢在此眺望我们的心 祢对台湾有美好的命地 我们要在祷告的里面 来保佑台湾 求祢保护台湾的平安 让我们要进入 祢对台湾的命地的里面 借着祷告 在这个新的总统 就任的时候 带来美好的转变 让祝福台湾 谢谢祢 我们个人 我们台湾 我们都要进入 祢的丰盛美好里 谢谢我们的主 再一次的说 主啊 我们都要上山举手祷告 谢谢主 单元末主耶稣祇的恩惠 天不得之爱 祝祢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能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来 祢 荣耀贝根祝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 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夏凯纳林良堂官网查询 夏凯纳林良堂 祝您平安喜乐